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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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Can you see my heart Can you read my mind 住进我的眼睛里 把心话温柔地说 是你在我左右 你只为我守候我的心 一剑倒影 我的心就不爱太多 小淼淼 这样够吧 够了 够了 谢谢学长 如果要没有你帮我的话 我还不知道剪到什么时候呢 我要是剪得不够回到家 我妹肯定又要闹小脾气了 你妹现在多大 她小屁孩 还在上小学呢 一般小学生闹脾气的话 怎么处理啊 如果瑶瑶要是闹小脾气的话 我妈一般会迁就她 等她脾气过了再跟她讲道理 如果要是比较严重的那种 我妈得直接揍她 那有没有办法不揍人呢 不动手的方法有吗 不动手的方法 激浪法吧 就是比如说 瑶瑶不想吃苦瓜 我妈就骗不让她吃 她呢 就特别想吃 小孩子嘛好像都是这样 你越让她做的事情呢 她越不做 你让她做这个事情 她骗不做那个事情 学长 你问这个干什么 就 亲戚家有一个小孩 特别难搞 学长 学长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吗 你能不能想答应我 一会儿不要笑 你说过你不会笑的 怎么挂上去的 我 我找不到简单 然后我就想着用牙齿 把这个线咬断一下 然后她就挂在 挂在牙套上了 你 你别这样 我 我帮你看一下 不要 那一拉会疼 那我怎么帮你啊 沈樱啊 你想什么 你别这样 我帮你想办法 别急 这快到了 小同学啊 又是你啊 怎么每次来都火急火了的呀 我们这都下班了 你同学呀 非得不让我们下班 我们的医生也是要休息的呀 把手松开 我帮你检查 不笑了不笑了 你把手松开吧 好好给你检查一下 张开嘴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听哪一个 然后医生就说 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一个 我说 那我就先听坏消息吧 他就说 因为被先拉扯过 牙套已经变形了 我想看完了呀 这牙套这么贵 我妈肯定要杀了我 然后呢 他就说 你要不要听好消息 我说 那你说吧 结果你猜猜说什么 他说我的牙套可以摘了 真的吗 那你牙套已经摘了 对呀 你听不出来吗 我现在说话 好 拜拜 学 学长 对 对不起啊 学长 那个 何欣给你打电话 但是 一直都是我在说 没关系 何欣打给我 就是想找开拓 不过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 活泼 学长 你能等我一下吗 学长 今天谢谢你 不客气 你家的房租 谁让你进我房间的 谁说这是你放假 三十 你这床的大小 正好把床撤了 可以放一个工作台 梁耀年 你想干吗 你以为我想干吗 反正我这床都要当上一个建筑师了 刚好需要一个工作间 平时看你这房间的大小 正好合适 你也在我家待了够久了吧 什么时候走 你凭什么让我走啊 凭我是你哥 看到一个不争气的弟弟 很烦 你有病吗 谁认你爹 谁住我家 谁就是我爹 谁稀罕住你家呢 我早都想搬走了 你想让我走啊 我偏不走 你这脸皮还挺厚的 跟你学的 行 反正 这房间 迟早会变成我的工作间 想赖着就赖着 好 偷师成功 再接再接 打承一下 屎的人 是 不就是得了几个破奖吗 有这么想显摆吗 破奖这种单词 只有拿得到的人在使用 你别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 还不稀罕拿呢 你倒是拿呀 不像哪些人当初 花下开阔跟我说 要比我拿更高分 进入海大建筑系 现在呢 全年级倒数第一名 不过这样也好 我呢 就不用在海大建筑那里 你呢 也可以继续躺着 你别以为我考不上 我就希望你考不上 你给我等着 什么小学生 连小学生都不如 不过认为我 有三个大建筑系 肯定的 二个大建筑系 二个大建筑系 有三个大建筑系 有三个大建筑系 妈 我要去海大建筑系了 放心吧 你没画完的图 我会帮你画完的 喂 喂 梁老年 你高三的歌课笔记还在吗 在啊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我想到了一个商机 我们就要发大财了 我准备把你高三的歌课笔记 拿去复印 装钉 然后放到我爸店里卖 就卖给学弟学妹们 一颗定价二十好了 以你高考全市第一的名号 那肯定畅销全海城啊 到时候引起轰动 我们就走向人生巅峰了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啊 我一会儿就来拿 明天就去海大报到了 别把你举的印好 不卖 爸 我出去一下 对了 我明天一大早就跟益超去海大报到了 是吗 要不要我送你啊 你要是东西拿不了的话 我明天可以抽空 不用了 明天大超他爸会在我们过去的 好 记得谢谢人家啊 嗯 好 这个再画抛面图的时候呢 要根据 你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电话 好 好吧 喂 喂 自成啊 我是梁刚 哎呦 哎呦 学长啊 哎呦 您好 您好 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什么事啊 是啊 是这样 那个 我儿子梁又年 今年 考上你们学校的建筑系了 梁又年吧 我知道 我知道 建筑系今年分数最高的那个嘛 学长 你真的是虎父无犬子啊 谢谢 我今天打电话 是想求你一件事 学长 那个 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老师 那个 行政的方面我不管 你要是想给孩子换个好的宿舍呢 我可以帮你 不不不 你别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希望你啊 对又年严格一点 能不及格的话 就千万不要给他及格 能批评啊 就千万不要夸他 对他要严厉一点 多批评 多打击他 争取 逼他转系 学长 梁又年是你亲生的吗 哎呀 你别推我 你轻点 我都已经帮你做好 贝壳项链了 说没写完啦 谢谢我亲爱的姐姐 对了 姐 吃饭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 谁啊 叫什么你 让你去登塔 还要给你点东西 几点 几点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要帮我小则页 你要帮我小则页啊 可不可以看我的心 可不可以看我的心 住进我的眼睛 把心包了耳朵说 对 能不能 对 我不得 这 不可以看我的心 都能不得 小心 不可以看我的心 你发现我在远远 学长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我一定会考上海带的 你是如此耀眼的初衷 我只是淡淡的疯 学长 这张照片真的好帅啊 不然你以为我陪你来干什么的 我们的教室真的是学长之前的教室 还不快去想聊一会儿的位置 夏淼淼 你干吗 你就这么想和我坐一起吗 谁想和你坐一起啊 那你去别的地方坐 要不你去坐别的地方吧 反正你也是睡觉 我觉得心心旁边的位置就不错 谁说我要睡觉 你干吗 你干吗 你怎么长得跟之前不一样呢 你牙套呢 他的牙套摘了 嗯 那个 梁又年不是把她的笔迹都给你了吗 复印一份给我吧 没问题 我放学就给你复印 但是 梁又年的笔迹竟然给你不给我 可能是学长觉得我的成绩比较需要吧 有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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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学长啊 学长的字写得真好看 这一横刚进有力 这一撇行云流水 同学们 今天我们呢 主要讲一下等差数列 我们可以把课本翻到第十页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在黑板上呢 把书上的这个立题抄下来了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呢 考的是等差数列的通向公式对不对 an等于a1加n减1倍d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题杆啊 所以说呢 a8等于三分之一 你要像在听课还做笔记 我害怕 2a8等于三分之二π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道题 应该选择吗 2a对不对 所以考试的时候 对于等差数列的考题呢 多为选择题 舅妈说她现在都这样 你理解一下 高三好像真的很可怕 连林开拓都变了 还有人提起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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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学长现在在干什么 高三正式开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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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erence with Japanese potato 一般 做起碼 放入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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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中 搅拌 加入糖 水 大蒜 或者要装在 anecdotal中 竹魚上水 絲hos的皮 肉 可以炒出 手der 小火 骨 1分钟 鱼肉 加入胸脂肠 加入鱼肉 蒸鱼肉 倒入黄油 这次一模考试成绩出来了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自己的成绩了吧 今天呢 老师想重点表扬两位同学 首先呢 是夏淼淼同学 夏淼淼同学这次英文考进了全班前三 数学呢 也保持在中上的水平 而且她的总体名次呢 每一次都有增加 进步很大 希望同学们都向她学习 另外呢 林开拓同学也让老师非常的吃惊 她除了英语成绩不及格之外 其他的美门课都考进了全班前十 开拓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能教我吗 你 全班第一 她教你啊 你要是教我数学的话 我就教你英语 好不好 好 好了 同学们 现在都把试卷打开 我们这堂课呢 重点给大家分析一下试卷 老板 你今天生意怎么样了 就你最甜 开拓 老板 拿瓶水 我也要一瓶 自己拿 欣欣 你也要一盒笔馅对吗 嗯 对 你等一下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刚才的提议吗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刚才的提议吗 你想啊 上次舅妈看到你的英语成绩 就已经偷偷要跟你报补习班了 这回要是还没看到进步 说不定你回家就有个家教在等着你了 你想啊 如果是我去跟舅妈说 我来教你英语 那她肯定放心啊 那就不会再给你请家教了 再说了 这家教呢 又这么贵 你肯定不会让舅妈出钱 那到时候也得打好久的工了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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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个条件 我同意 我都还没说呢 反正你说什么我都同意呀 我就不能坐在你身边教你吗 不行 那我放学了再来教你吧 你答应我的条件呢 我跟你单独补习是吧 知道你这个人还挺传统的 不管是什么 好吧 我想也是一个人的情侣 你只欠个事情 我便向你做到我的事 我便利了这些事情 我为什么要做到吗 我便利了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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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利了 做事是努力去做 就比如说 我会努力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我会努力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我 我好好讲 我好好讲 去去 停止做和停止做也是有区别的 看这里 我要是能和学长一起学习 那多好 同学们 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距离2015年的高考 还有最后一百千 这一百千 也将是你们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百千 一百千 能把我们学过的书 再过一遍 烦死了 还要讲多久啊 就是 就是啊 有着讲话时间 还不如让我们回去多做一张卷子 那还不早 啊 针瘤啊 也是在锁链你们的意识 随你 我随你 我随你 你待会儿再来 现在太闲眼了 拿出直面现实 敢于挑战人生的勇气 才能在这场激烈的动作当中 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最后的一百千里 我建议同学们 第一 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知道自己要考哪所大学 第二 要树立必胜的信心 第三就是 坚持积极端正的态度 一个赤层的心 投入到我们 紧张的备考复习当中去 最后 预祝我们高三所有的学子 在今年的高考当中 能够金榜极饼 棋开得胜 最后 有请我们上一届 优秀的毕业生 梁又年同学讲话 好久不见 同学们 今天 身为毕业生代表 难过我站在这个台上 真的感到非常荣幸 各位距离高跑 请剩一百天 好久 还有整多久啊 好久不见 我去赶紧 快 坐这儿老老实实 给我待着 往哪儿去 妈 妈 六百一十二分到底是高还是低 小淼淼 你跟妈说实话 你高考是不是作弊了 我 我应该没有吧 你是不是说错名字了 这是是我名字啊 我的天哪 这笔预估的也够太多了 夏流水 夏娘娘 我跟你说 你能报海道最好的建筑系了 妈 妈 我想报服装系 我一考分也特别高 你逗什么呀 考多少分是你的本事 怎么报考那就是妈的本事 你懂着 妈跟你们班主任 一定好好商量商量 商量 你放心 绝对一分都不给你浪费 给你报最好的专业啊 可是我 行了 别可是但是的了 你爸一直关心你的高考成绩 我这就跟你们爸 还有你们班主任打电话 我们会好好商量一下的 对了 过两天海大校园开放日 跟你们同学好好去看看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天生 谁最后一个走的啊 忘了关灯吗 谁最后一个走的啊 把薑辣椒 可以做的 很草莓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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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梁又年 我在画图 我刚睡着了 你发烧了 这个 没有 提神洗脑 这么晚了 你还不回去吗 明天建筑结构选型要交作业了 我想再复算一遍 咖啡豆也没了 选修课你也这么认真啊 我一直以为大一安排这门课程 是为了明年的必修课打个基础 我随便算数 那我先走了 再见 走 走 走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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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又年同学呢 虽然是大一的 但是在这次的作业中 他是所有人当中完成最好的 他的这个楼盖平面结构布置呢 很好地把结构元素 和造型美感统一到了一起 最重要的是 他注意到了安全性 这一点呢 是很多同学容易忽略掉的 下面呢 大家看 我画了几个图啊 上节课我们讲到的是 叠加原理 作用弯具图 那么一会儿呢 我要请几位同学上来 画一下弯具图 我知道你们啊 很不喜欢建筑结构这门课 总觉得自己呢 以后能成为建筑师 会有这个结构师 帮你们搞定这一切 这种态度非常不可取 因为呢 建筑结构这门课呢 它需要的是 非常地严谨和认真 这一点呢 我希望大家 向梁又年同学学习 梁又年 我是不是就不能表扬你啊 早餐没来得及吃 肚子有点饿 昨天晚上是不是又睡在 模型室了 宿舍关门了 回不去 不是 你 老师 弯曲图 梁又年 上来把弯曲图画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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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雲 洗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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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画得非常好 老师 我保证以后不会在你的课堂上吃饼干了 那吃什么 面包 好了 以后呢不要睡在梦醒室了 下去吧 好 又年 要睡呢 睡在李时堂记忆那儿的地方 好 我们接着上课 大家看 梁又年同学画的弯具图相当地好